我是因为夏淼淼 你的意见我会转达给老师 剩下的人跟我去摩心教室 欣欣 你 你也过来吃饭了 我们在微信上叫你了 你没看到吧 坐过来一起吃吧 对啊 欣欣 我保证不抢你的肉 我 我吃过了 你们吃吧 算了 先吃饭吧 贾老师通知咱们 明天的文创活动先到阶梯教室集合 然后各老师分配场地 不是说和建筑系合作吗 合作的话你又能见到你学长了 建筑系好像不是强制报名 学者忙着参加决赛 应该没有时间参加吧 四十二了 你刷牙了没 走 姐带你刷牙去 走走走走 我不想动 走 慢一点 小淼淼 中了都转弹了 小淼淼 小淼淼 可疼 别人 没对自要真相 这一天 怎么大家都看着我 是我瘦了吗 不知道 赶紧搜 学姐 发生什么事了吗 学姐 你快看一下校园论坛吧 好像有人发帖子黑你 没有 哦 温创活动在哪儿 除非 女人刚走 好像是去服装系的阶级教室 她去哪儿 同学们 早上好 欢迎收听海大情侣栏目 我是主持人 何欣 一年一度的海大文创周 马上就要开幕了 新闻设计者从各式了解到 大姐 不可能是新闻 肯定要有人故意的 我也这么觉得 各位同学 刚刚贾老师给了我一份名单 一会儿念叨同学 跟我一起去模型教室 夏淼淼 林霞 吴晶晶 李然 王雨天 唐孟非 学长 我不想跟某人一组 好 让我把你从名单上划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因为夏淼淼 你的意见我会转达给老师 剩下的人跟我去模型教室 赶紧 notification 走吧 走 看下 AND 来 你还有多久到啊 赶紧的 一个人肯定会点名的 你帮我点吗 我现在有点事要处理 什么事啊 是去处理你和夏淼淼的黑帖吗 什么黑帖 你上校园论坛 看看就知道了 是夏淼淼吗 对 对 我天哪 真的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 怎么很好笑 校园文创周期间的广播稿 到上这个套路走就可以了 何欣 我听到了 那个 我一会儿写完都发给你 你还好吧 怎么了 我看到夏淼论坛的帖子了 其实你这样做 对你对广播站的影响得不好 不是我 我怎么可能 我先回去了 你这样有意思吗 你这样有意思吗 所以你也觉得帖子是我发的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你犯不着这样冤枉我吧 你这样做的事吗 证据确凿 你还恶人先告状 我恶人先告状 我真是瞎了眼了喜欢你这种人 我这种人 至少我不会装全骗人 拿了别人的银行卡不还 还在论坛里发帖 骂自己的朋友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是这样的人了 你还想我怎么样 你还想我怎么样 把卡还我 把帖子删了 现在 卡还给你 铁子真不是我发的 我删不了 还有 以后你的事情 我不会再管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打赏 折 请不吝点赞 打赏